唐老鴨戴上南瓜王冠 进入了魔法世界 这是上海迪士尼乐园 十月初在官方微博上架了影片 主题万圣趴 开心大玩 邀粉丝来同乐 三天前还加码桥段 限定四天的特别版幻影秀 搭配劲爆音乐和烟火 精彩可奇的万圣派对 却在万圣节当天上午 官方发布重要通知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暂时关闭 因为疫情防控要求 上海迪士尼 10月29日才宣布停止部分的营运项目 31日又宣布整个园区暂时关闭 目前尚未有恢复营运的时间表 去年万圣节也因为疫情暂停营运 上海在30日无通报本土新增病例 但发现了10名本土无症状的感染者 迪士尼乐园相隔一年同一天关闭 大陆网友就在官方微博留言 这是万圣魔咒 去年也是今天 难道是八字不合 大陆原本疫情看似趋缓 领导人宣布继续执行清零政策 但二十大之后 从一千例左右 10月30号攀升至两千六百九十九例 创下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其中疫情重灾区 广东的病例占全大陆近三成 广东增城区多个区域实施临时管控 澳门也有核关染疫 全澳门的居民一连三天 每天都要一次快筛 目前澳门至少有三十万人完成并上传快筛结果要彻底清零恐怕不是 那么简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